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播出的路友记 可能进来的时候 看不到一条开幕的影片 原本我们很努力剪了一条 关于北京在1989年六四天安门发生的一些片段 一条短片 即是refresh大家的记忆 很不幸地 当我们剪完这条片 我们都很聪明的了 你都知道 每天YouTube都买共 我们就将这条片 上载上YouTube的私人频道 看看情况如何 谁知道 放一只芝士在老鼠的孔旁边 老鼠就立刻出来了 两件事就被人检举了 你现在说什么 YouTube即刻都说什么 总之你说中国负面的东西 全部都糟糕了 是的 今天就有我和鸡鸡和佐敦卿和大家做这个大院有乐之 香港的六四回忆 香港在1989年之后 基本上三十年都风雨不轨 每逢6月4日 晚上都在维园集会 或者之前的游行 今年在中国制造出来的武汉肺炎肆虐之下 无论这个支联会 在六四之前的大游行 甚至无到 明天六四烛光晚会在维园里面 基本上都没有什么机会 可能会走得到 是不是都放弃了 应该是吧 那我不敢说 现在很难说 因为可能明天晚上也有些人都去维园的 只不过 说就说可能是分批 八个八个 或者不是在一起 只不过你去维园 我晚上去维园拿着蠟燭 拿着灯笼也可以 这个不是犯法的 没有维园国安法 同时之间我也收到一些信息 明天各区也有一些不同的 用自己的方式去纪念六四的事件 在西盈盘那一区 我的主区 就会在西盈盘潘咸道的地铁站 外面就欢迎大家可以在集会 站在集会可以够欣赏一下 看看月光 出来走街 休息一下吧 现在整天逼了 躲在家 这么多日子 还有些网上 今年的美国人就真的亡我之心不死 西方很多家产 网上就说搞什么六四的道念会 大家留意着 不要让他们得逞 那些奸計得逞 不要去顛覆我們的祖國 想去懲罰他 沒錯 懲罰他 丟你了 被搞搞震 有段時間 每逢6月4日 我都會出席這個祝歌萬會 當然我們也會告告 你出不出席都會拉硬的 你不用說那麼多話 不用拼拼 拼不拼就載你 拼不拼就載你 做不拼就載我 我們告訴你 我必定做的 你拼不拼就看你 阿雞雞 我也想跟你說 我和你的政治理念 都可能會選一些本土 做不得了的人 有段時間 你也不想去六四的祝歌萬會 其實之前我一直都有出席 大部分時間都有出席 除了一兩次 因為有工作要做 所以不能出席 其他大部分都有出席 你以為你討厭司徒華 討厭支拿會 你不去 也不是 也會抽過時間去的 OK 佐敦兄呢 我也有 我在基本上 尤其是97後 我想印象之中也有的 除非我不是在香港 即是有些情況特別 我可以這麼說 印象之中也應該是有去的 但近這幾年就真的沒有了 近這幾年就沒有 有幾樣東西 因為我自己覺得 很構造 因為有少許形式 每年都是上去唱歌 然後民主會戰勝歸來 然後籌款 籌款 其實最嚴重的是甚麼呢 令我很不想去的 就是蔡遙昌 哭匡 哭匡 你很趕一下 我明白 我真的告訴你 這個Andrea歐陽 歐陽明權 我永遠都是對燈火說 我自己相信 當然 我去到這個集會 我心想在做甚麼 喂 我們在這裏糾索 在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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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產黨不會下台 對 他答應了我們所有的事 還想著民主見國 民主回歸 不找可能的事 沒錯 我會弄到他這樣去想 究竟是捐了錢 幫不幫到天安門母親的生活 人家死了兒子 這麼可憐 現在的錢在哪裏 為甚麼中國 尤其是入世貿之後 越來越強大 張牙舞爪越來越侵犯我們香港的主權 侵犯我們香港人的利益 各方面的事 我們都完全制裁不了 就這樣坐在這裏 都可以弄得不成功 再加上看回 連中國裏面的新生代 都不知道甚麼意思是六四 是吧 中國裏面 現在30歲的人 基本上是不知道 你跟他說六四 他基本上是不知道 不知道 大部分都不知道 那裏看一車人 都不知道 沒有見過 沒有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們這樣去做 究竟幫不幫到中國 又或者 我們在這裏糾索 我們香港得不得到自治 或者我們的民主 我們的普選 雙普選 我是有一兩年是沒有去的 其實好老實講 這幾年 我都是少去了 我應該去年是沒有去 去年我應該沒有去 再前一年我就去了 但是接著有幾年 我是沒有去 尤其是聽了 教主的英文踩場之後 是不去的 是啊 但是我很記得有一年 我們去了解放軍總部門 曾經有些網友 都去到他的門 那時那個台長阿東 是很勾勾的 就是有膠 接著他就說 大家仰望一下 在一個瞬間裡面 仰望一下天上的星空 躺在地上 感受一下 當年北京的天安門廣場裡面 被人射死的學生會是怎樣 我正想發爛的時候 一個人更加被我按耐不住的那隻蝙蝠 然後被你說 你沒什麼事吧 你做這些人的事 最後不是我救過你 那當然就是被人撒 撒到我救救 你交給我 你沒辦法找人來 那就是有這麼多東西 但是反映了一些的事件 就是其實如果很形式化的東西 其實基本上 中共是不會倒台的 我肯定 中共是不會有民主的 中國裡面的人 也都得不到民主的 所以其實這個形式上面 我就會覺得好像 不是很應該要這樣繼續做 所以我減少了參與這件事情 但是為什麼今集的大院 大家都知道我三百多集 我一集都沒有做過六四 就是有一個原因在 但是今集不得不做 就是我覺得 香港也都分分鐘有機會 我們也沒有機會 就是你覺得怎樣交也好 蔡耀昌的哭聲怎樣難聽 就是東隱狼狗躺在這裡 要想一下 如果到尾那些學生 怎樣被人屠殺 分分鐘連這些機會都沒有 所以我們也要做回這件事情 但是今集我們就不會 將六四的來龍去脈又怎樣解釋 分析形勢 香港人也知道 這些網上一查就知道 或者我有機會 可能我做回四五輯的六四事件 一個特輯 每集半個小時 將這件事如實記錄下來 再加上其他外國的資料 做一個我們的版本 我想這個可能在未來的短期內 趁我還沒被捕 有機會可以做到 你拘捕了又去監獄做research 都可以的 人工已經這麼低 但我進去沒有人出糧給你 你明不明 不要緊的 你進去的時候 你不是自動過數嗎 老闆 你應該去銀行 明天 銀行開門9時 你自動過數吧 你進了監獄 一樣我都收到錢的 那台照樣溫發 AIR太武寶貴 沒錯 AIR太武寶貴 我們講講 當年六四 GiGi 你在哪裡 香港 你一直都是 差不多看著整件事 不是看著 是經過電視電台 接收到 其實在四月的時候 開始慢慢熱鬧了 因為當時 我想香港 小弟當日不是香港 我也不是 我在加拿大 是 我就在英國 我相信我事後也有跟朋友聊過 應該當時香港人 是由事情一直都關注著 是不是 GiGi 是 一直 一直 上去 就是看著電視 每晚的新聞 那時候你知道 無線新聞 是不是 都還是事事關心 每晚的新聞 當時香港人 一定是看著 報道 今天北京又發生了什麼事 學生又怎樣 政府又有什麼反應 怎樣談判 怎樣諸如此類 當時有兩個人 在無線的新聞裏面 一個就是今天的廣播局局長 麥家榮 一個就是袁志偉 CCTVB的新聞部的頭 當然他兩個都有份 待會可以給大家看一些新聞片段 大家可以看到 我也想問 你們應該照計給我們 在加拿大或者海外 那時候的感受是更深的嗎 都會 一定是 一定是 那個感覺是怎樣 感覺就是 很緊張 隔一段時間 看看發展到什麼 怎樣 但是你當時抱著吃花生 不是 不是 很關心 真的很關心 為什麼呢 小弟個人的信心 中國最後一個希望 中國人有機會會變成好人 有機會會變成知書式禮 懂得分辨良心對錯 懂得分辨民主自由的重要性 正正正是八九六四 這個事件 過癮了 整個共產黨改革開放 發展是硬道理 用錢 是去將大家的靈魂全倒回來的時候 大家這些過錯 對錯也好 那種的痛苦 完全忘記得一乾二淨 我不知道有沒有跟大家講過 我曾经有机会上过大陆做过一个consultant的工作 当时我帮广东电视台做一个consultant的任务 大家其他节目都有听过那些汉糕的东西 我跟广州电视台台长聊天的时候 有一天他车我去广州火车站 他私底下都跟我聊了两句 大家交换八九六四的心得 他问我的看法是怎么样 当然我是一个香港人 或者欧美长大的人 我就是绝对不会在国家做的事 你怎么可以把纳粹人的子弹 射到纳粹人的身上 还有大家都知道 当时香港人也好 中国人也好 观念就是这些是天子门身 脚下的大学生 国家的未来的精英动力 前途靠他带着走 你为了一帮老人家 巩固他们的江山 完全就不想你把这子弹 胖胖胖死了 老弹车眼睛变退 然后就扔出去手头弹 把北京里面的精英 但也要明白到 当时那些北京的年轻人 的而且确是多出雷霸碎的 因为全国里面 大学好想 多人在不论同的省份 经过那些的功效 然后最高的那些 就去到北京里面的读书 是吧 就是最高的人 你这样肥胖死了 哇 没搞错 到现在 你都还没有一个说法 评论又不想给 屌你老妹还原真相 又没能够做 死者又没赔偿又没 迫到一大堆参与 希望政府改革的人 留走他方 屌你老妹通緝到现在 是吧 完全是不知对错 一个不知对错的 屌你老妹的政权 怎么会进步呢 这样 因为台长当时 答了一句话 可能令我觉得 就算大陆里面 多有知识识位 都是很 蒙着着良心 他跟我说 非常佩服 邓小平老人家 这个一个决定 绝对英明 当时你看看 各国家 这么多的动荡 外国的势力 俄司又盯着 刚刚去海原峰会 你看这台戏 是怎么样去搞 江山烈都未必坐得稳 还有一些极左的人 在看着你 如果这个决定 撕错了 中国就反天覆地 可能走掉了 去时代的另一个方向 这样说 当然了 跟着他再说 死一部分的人 令我国家稳定 和平稳 现在看我们有电气发火车 发展 蒸蒸日上 广州里面的明珠塔也好 上海里面的东方塔也好 小蠻腰 小蠻腰 这么多东西来到 如果不可以是 邓小平老人家 做了一个这样的决定 杀了一万多千 所谓的 对不对 反而三十年的发展 是值得的 虽然很难做 但他做得绝对对 这样说 哇 那天听着 我无管都动钩了 如果当天 你有止疾 或者你过下 其实他容易差不多 但是 你家人 如果你那天上去 你的同学 被人射死了 或者你最爱的女人 你有什么感受呢 当然他也没想办法 广州其实你也知道 灯火通明 晚上珠江河畔 蟹鸿江管 大家酒色才气 前一晚他只请我老板去喝酒 这个抱着东北 那个抱着辽宁 大象呼 是我啊 为什么你这么开心 你现在跟他说 追求民主自由 没什么玩 我没有跟他说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我觉得有这么说 因为我们看到的资讯 和大陆人看到的资讯 是两样东西 因为你现在搞清楚 什么叫做fake news 就是这样 为什么大陆要控制 那个所谓传媒呢 所有网上的媒体要控制呢 很简单的 就是你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譬如现在你在美国 现在发生的事情 美国政府有没有控制呢 没有的嘛 你看到好的东西 看到坏的一样看到 民间的人可以漏传一些片出来 无论你是不是偏颇都好 你可以看不同的片 但是大陆的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这帮人 无论他是执政也好 或者他可能记得你的一种 可能他做得到那个位置 他根本可能已经是党员了 是不是 那会更加是会听到党的说话 平时一些的宣传 好像我说的 他是九千万的其中一个 没错了 就是CCTVB CCTV不是 不是CCTVB 就会慢慢宣传 中国就定胜了六四就是一个小风波 就是当时西方实在想搞混进来 甚至在搞乱我们 所以我们邓小平的英明领导之下 就斩钉截铁 杀金一万几千 所以才能够换来三十年的稳定 经济的繁荣 还有国人的生活的稳定 温饱 因为他那时候2010年 还没听到最近李克强说 还有六亿人 每个月要换一千万 你知道吗 那时候他跟我说 他捉了他的手 就是他拿着手拿着 你知有时候大陆人 是扮到感性的 捉了他的手 捉了他的手 欧阳 屌你 我屌我可不可以 那他拿着他的手 然后他跟我说 欧阳 你知道 令这个国家里面 十几亿人可以吃饱饭 不是一件那么容易的事 说这些说话 就是他们这样已经是 因为他们讲过 这些就是他们不断重复的 他们的宣传的东西 就是说 十几亿人 不是 那印度呢 他没有读书 没有看到外国的新闻 印度又怎么样 就是他不说的 就是这一件事 好 我给了一条当年的六四时的新闻片 看看当时TVB做新闻 和现在的TVB做新闻一会是怎样 播第一条1989年6月4日的TVB 那条片给大家看看 在新华社香港分社门口 有市民设置灵堂 悟念在北京的死难者 新华社门口 今早是挂满碉雨 而在对面的马路 就有市民摆放一个灵堂 不断是有人献花 悟念在北京的死难者 灵堂前面是放置了一条 是吊延策 很多经过的市民都签名表示哀悼 而在静坐的学生之中 神情就哀伤 他们也都不断留意有关北京最新发展的广播 另外本港多个团体对于中国武力镇压学生都表示哀痛 又呼吁中国政府立即停止使用武力 而在跑马地马场 全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 就发起一个黑色大静坐行动 抗议中国政府的镇压行动 现在交配在马场的苏凌峰 苏凌峰 好啊 谢谢梁家明 其实这个黑色大静坐的行动 就在五点钟已经宣布结束了 不过由于人多的关系 大会是要人有秩序地分批离去 或者是参加大入行 所以就到现在依然还有很多人坐在那里 不如我们就看回较早时 有些大会的人发现或者是情况是怎么样 由李康全报导 在中午过后 大批市民陆族去跑马地参加黑色大静坐 他们将附近的马路挤到水舌不通 由于人数太多集会的时间 要压头到三点钟然后才举行 而坐位李庄明和司徒华说 他们已经改变了主意 决定不参加起草基本法的工作 我们觉得不能够再继续 为一个尽失民心 和再无人民支持的政府做事 大会又呼吁在星期三 举行全港的罢工罢货和罢市 首先 呼吁全港的教育工作 参与星期三 全港的罢工罢货和罢工罢货和罢工罢货 鸡鸡 你不是在香港 你告诉我刚才发生了什么事 我在这里 之后那天5号 在帕马地参加黑色大静坐的集会 刚才那些群众在帕马地参加坐 当年英国佬为什么不阻止香港人去做集会和诉求呢 这是一个自由社会应有应有的事情 我们香港人的自由是对三十多年前跌了很重要 肯定 人家这些所谓民主自由的社会 就是可以让你去自威游行静坐 例如现在美国 他又说同一样东西 拔开来说 美国现在不是 现在是打哭腸 你当日看到香港人 其实那种怒气是很重要的 他会出来表达他的诉求 你现在看起来 其实有点愚蠢的 司徒华就说 喂我们什么 什么霸 霸工霸霸霸 真的三霸 那你打算三霸 那我们做什么呢 是 伤就伤你自己 就是了 你三霸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你三霸 那怎么办 你停工了 你不是和政府对抗 你和港英政府 你都说三霸 好像六七暴动的时候 记不记得 那些左派就要联合 我们要霸工霸荷 霸市和港英政府对抗 那你三霸 那和中国政府对抗 是不是才是多余的 我们看一张的图片 我们看看这个 Liu Scrapping 2 那当时也有一些 不同的Liu Scrapping 我们逐个逐张 逐张Liu Scrapping 那时候看下去 这个就是在 应该是过了六月之后 那当时有一些的 有心人 就是出了Liu Scrapping 就是说 停止搜捕不同政见的人士 立即撤销戒严令 和开放新闻封锁 那些东西 那么逐张逐张来 好了 这里有一些人 应该是金融界的 强烈显责北京当局 濫杀市民的冷血暴行 沉痛哀悼 为民主进步的中国 而牺牲的外国 同胞 我们呼吁全港财经工作者 保持冷静理智 緊守岗位 保持香港繁明 和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以此更好地 争取97年后 香港的高度自治与自由 梁甘松 就是现在取了国保的位 还有梁振英 这是曾经当过特首的位 好了 我们先回来 当年我看了一个新闻 任志刚的头子还是黑色的 就说 希望香港的市民 不要去中国的银行里 禁锁了些钱 不要去擠提 不要去擠提 但是后面有没有三霸? 结果是 最后一分钟 司徒华就喊停了 就是禁锁了 结果是没有的 如果真的是三霸 所以说伤害的就是不能回学 停了工 或者是霸市 那就是对香港有影响 但是你令不到中国育痛 香港有影响 我想他们主要的问题就是 他们当时是担心 那个 对中国政府 你可以这么说 香港市民 对中国政府的怒气会上升 嗯 就是你停罢市 罢工 罢货的时候 那个怒气不会下降 对了 可能当时 现在回头看 就是 司徒华可能就有些担心了 到底背后有没有中方人联络他呢 叫他杀停呢 也不知道 是 也有可能是英方的人联络他 是 叫你 好像你刚才说 你罢来干什么 是 你罢不到北京 对了 你罢货才是狠狗的 你罢货 学生为什么不上课呢 我都不太明白 是吧 应该多学一些知识 是吧 你要多了解历史才是真 是吧 我们读历史 要对比现在 我们现在经常都叫我们300 是吧 现在我们要争取抗争 我们的民主的时候 我们要呼吁人家300 因为现在你对抗的是自己的政府 不是自己 香港特区政府应该这么说 是吧 他会痛啊 而且是一种表态 市民 等于现在你说 簽了290个名字 290万个名字 292万个名字 292万个名字 支持国安法 是吧 是一种香港市民的表态 是吧 当时就是表态 我们300 就是表态 那么多人都反对中国政府 或者现在有多少人支持 林宾的施政 大家有目共睹 但是我很可惜 历史没得回头 当然 如果真的三罢了 究竟在1989年的时候 会不会有人在地铁里 你别阻礙我上班 我很喜欢上班 这么说 当日可能未必会有 因为 你也要看罢课 后来的情况 如果说罢课一 当时 当时 香港人是很紧张的 其实是心连心的 是吧 因为这个叫做兔死狐悲 是吧 的问题 唇忘此行的问题 因为当时 为什么香港人感同身受呢 因为我们还有 九八年就要回归 对了 即是七八年的时间 对了 会不会到的事 读乎我一回答 不是 是当时 你可以轻易地想象到 到底深圳 会不会那些坦克 会不会由深圳滚过来 就这样 就吐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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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 照樣在香港再撿一罐 那時候還有血濃於水的感覺 香港人的身份認同 自己也認同自己是中國人的一部分 也感同身受 北京的學生好像自己的指責 好像你剛才說的 可能是我的親戚朋友 或者是指責 而事實上也真的有香港人 他的家人可能就在北京 不奇怪的 是不是 這樣 好 我們在第一節結尾 我送了一條節目給大家看 這一條節目就是當年香港人在5月21日 在六四之前 聲援北京的學生 已經做了一個大遊行 全球壞人大遊行 現在如果你跟回這條影片所說的地方去走 其實大致上應該是在維園出發 去到現在的新華社 即是Cosmo Hotel 然後再進跑馬地的馬場 那年應該是否去的 是否打風 應該不是 應該不是 之前才是打風 之前才是打風 之前那晚打風 之前那次有個活動 在維園 那次就是爆風球 昨天我們跟Steven說起這個問題 Steven說那時候他還是小時候 他爸爸媽媽帶著他和他的妹妹一起去 那天 全身濕透了 底褲都濕透了 我們播一播這個景點的新華社 西文給大家聽聽 1989年北京學運 在五月下上升溫 首先是五月十九日 中共總書記趙紫陽 在中央辦公廳主任溫家寶的陪同之下 去到天安門廣場 探望絕食的學生 拿著大聲公講 我們來到台灣 我們都來了 第二天 中共在北京實施戒嚴 刺激學生 堅持絕食 香港人透過新聞 一直關注著民運的發展 去到五月二十一日更加發起震撼人心的 百萬人大遊行 成為港人的反對專制政權里程碑 當日的左派報章文匯報 社論破天荒開天窗 只有痛心疾首這四個黑色帶子 而支聯會亦都在當日遊行集會中宣布成立 其後每年都在維園舉行六四燭光集會 成為了中國土地上最大型的六四悼念集會 民燭會發起於五月二十日 由維多利亞公園出發 遊行去到當時中國駐港最高機構新華社 位於跑馬地的辦公室 但八九年五月十九號 台風布倫達集港 去到二十日的清晨 天文台掛起當年首歌八號風球 出發前 穿著泳褲的李柱銘等人 向集會人士千叮萬足 在集會的時候千萬不要叫 打倒李鵬 李鵬下台 以免一發不可收拾 大遊維園起步的遊行隊伍情緒非常高漲 最後竟然由建制派的請街南第一個高夫 打倒李鵬 五月二十一日大遊行當日 過百萬的香港人走上街頭聲援北京學運 當時香港人口就五百七十萬 參加的人數和人口比例都創了歷史紀錄 遊行人士先在中環的立法局大樓附近集合 然後逼爆整個中環的心臟地帶 其後出發到北角 然後再折返跑馬地馬場參加集會 在警方向馬會提出請求下 五月二十一日 跑馬地馬場破例開放與港人 作為當日環島環城大遊行的終點 走的期間 歌星梅艷芳和劉德華等的藝人上台 帶領群眾唱《龍的傳人》及《我是中國人》等外國歌曲 氣氛激我 我五個字弄得起雞皮 事任的立法局議員李柱銘和司徒華 港區人大代表鄭耀堂和演藝界代表岑建芬 都先後上台發言 強烈反對武力鎮壓北京學生 又讚揚北京學生為國家的前途和民主作出貢獻 全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 簡稱支聯會 在集會上宣佈成立 並且由司徒華出任創會主席 如果今日香港市民想回憶和憑調當年大遊行的情況 以下有幾個景點值得大家去現場細味一下 第一個就是跑馬地馬場 五月二十一號香港一百萬人參與大遊行 聲援學運 遊行在中環的遮打花園出發 去到北角的新江戲院 再回去跑馬地 遊行之後大批民眾在馬場進行集會 五二一大遊行之後令當時不少人認為 香港不再只是金錢至上的洗利社會 會太年輕了 第二個就是新華社的舊子 主權移交以前位於灣仔的舊新華社 擔任現在中聯辦的角色 是中國的官方駐港機構 可想而知 當年香港民眾經常在新華社面前示威集會 看回舊報紙 一群新華社的社員 曾經在門外掛著 堅決支持北京學生愛國民主運動的環額 之後就回到辦公室繼續辦事 第三個就是醫館旁邊的民主台 五月十九日總理李鵬宣布戒嚴之後 不少的政治素人 包括走樓試應、的士司機、母艇小姐 在新華社門前抗議 轉移去了醫館旁邊的小行繼續聚集 討論事件發展和將來要怎樣行動 第四個就是謝達花園 五月四日的時候 香港大專院校訪校北京學生發起了大遊行 其中香港中文大學的學生 需要由馬尿水走到中環 歷時超過十小時 第五個就是維園 五月二十日香港掛著八個風球 但還有四萬人在維園出發 遊行去到新華社 六四過後每年都有一千上萬的香港人 去維園參加燭光萬會去悼念死難者 隨著港版國安法的成立 香港人再有沒有自由去悼念六四 高福結束一黨專政 打到中共領導人的口號呢? 無論我們面對多少打落都好 香港人追求民主自由、要求自治 打到中共的野心只有越來越刺激 獨裁的政府只不過是建基於浮沙上的萬里長城 光復香港,時代革命!